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冲突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 俄军在库匹扬斯克 红利曼 敦涅斯克 扎布罗热和赫尔松等方向发动攻势 击毁乌军多辆装甲车和坦克 打击了储存7000吨燃料的设施 及其他若干乌军装备和设施 俄防空部队拦截乌军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 和旋风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的多枚火箭弹 和一枚雷霆2战术导弹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发布战宝称 在过去24小时内 乌克兰武装部队击退俄军在红利曼 巴赫木特等四个方向50多次攻击 乌克兰空军对俄军人力和装备集中区 担药库防空系统阵地实施了打击 击落俄军多架各种型号无人机